步兵战车是机械化作战理论在何时代的产物,与拥有航大陆军的美国、苏联等超级大国一样,中国在研制和装备步兵战车方面也经历了漫长的探索与试验过程。 1970年,当苏联红军开始装备BMP1步兵战车之时,中国还处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由于同时遭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技术封锁。 在这个事关陆军作战模式变革的重点武器开发上,中国只能持一种静观其变的态度。 当时面对苏联在远东成平百万的严峻形势,正在为实现魔徒化而奋斗的中国陆军显然也急需要步兵战车来掩护坦克作战,提高步兵自身的安全和随行作战能力。 中国军方宣赶离现代机械化战争的巨大差距,同时也刺激了中国发展步兵战车的动力。 CBD-04式旅带式步兵战车是我国际86式步兵战车后,自主研制的第二代旅带式步兵战车。 CBD-04型步兵战车还有我国自行研制的旅带式底盘。 发动机前置,中部为炮塔,后部为成员舱,可搭载至步兵。 车体态用绿合金材料,为全焊接车体。 全车质量较轻,流线型较好,车手装甲的倾斜角度较大,拥有较好的防弹外形。 车体外形较为高弹,车手前下方安装有大型防浪板。 车尾门下方两侧,具有两个喷水推进气喷口,具有较佳的幅度性能。 CBD-04式步兵战车的火力系统可谓豪华。 它采用了BMT-3步兵战车的炮塔模块。 炮塔装备100毫米口径火炮和30毫米口径自动机关炮。 30毫米机关炮采用传统的弹链弓弓弹,在主炮右侧同主炮并排安装。 主炮左侧还安装有一艇7062毫米并列机枪。 04式步兵战车单车的火力性能,能够对付遇到的各种软银目标。 包括坦克、装甲车辆、有倍共识和有声力量等。 CBD-04A步兵战车采用旅带式底盘,配备有100毫米火炮和30毫米机关炮。 在已满有较强的机动能力,强大的火力能有效支援步兵下车作战。 是解放军陆军信息化作战中与新型坦克搭配使用的重装甲触击力量。 也是陆军机械化、信息化合适发展的代表产物。 标志着信息化条件下,陆军负责地形机动攻防能力得到整体怨声。 CBD-04步兵战车采用的动力装置为R新型格别功率发动机。 在陆地上功率为550马力,在水上行驶时,功率可变为600马力。 B59式中型坦克的发动机还要强劲。 发动机的性能提升,比起于中国自行研制的小型高速高压比增压器。 新型带动压宝克高喷射压力喷油泵等新技术。 这些部件的性能指标达到了美国、德国发动机采用的同类部件水平。 从而是发动机的主要性能指标,如动力性、可靠性等方面,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强大的动力也让该车的最大公路行驶速度接近80千米每小时。 第一次是步兵战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步兵战车设计思想的转变。 结合东西方步兵战车设计思想,并根据自身环境和需求设计出来的,彰显了中国特色。 04A是步兵战车,是在04时基础上的,不缺陷。 进一步优化的产物,性能进一步提升,可以更好的与新型99A主战坦克配合作战。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文记纪念B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